作者山茶生活中的人形形色色,人际关系千奇百怪,我们难免遇到一些消耗我们的人。 刘渝曾说过,远离消耗你的人,也不要去消耗别人。01一天晚上,一位许久没联系的同学跟我视频,聊了半个钟,我说,你去忙吧,我也要睡了。 他说,急什么呀,难得和你聊天,一个钟后,我说,你快去洗澡吧,很晚了。 他说,你别挂,我边收拾东西边跟你聊,不想那么快洗澡,两个钟后,我说,我真的要睡了,明天还要上班呢。 然后他说,怎么这么讨厌啊,才聊一会就要睡了,你真没意思,说完就挂了,我撑着困意陪他聊了两个钟,听他抱怨,闲扯,八卦,然后换来一句你真没意思。 以后他打过来,我便没有在接,有时候保全自己最好的方式,是远离,每个人的时间,精力都很宝贵,没有人会对那些无聊的琐事感兴趣,更没有人有义务陪你发牢骚。 02部门,有位同事,长得丝丝纹纹的,相处后却让人大跌眼镜,开会讨论活动方案,他低头玩手机,其他同事提出的想法,他眼斗不抬就说不行。 02部门,领导问他有什么好的建议,他说没有,整个会议下来,他打击了所有人的信心,却没有解决一点实际性的问题,某次公司产品上线,设计的部分是他负责,下班后大家都在抓紧时间各种测试,检查。 他却拿起包溜了,类似的,事情多了,同事们渐渐疏远他,领导不再赏识他,没有人喜欢一个只会发牢骚,不会提建议的人。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,正如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负能量爆棚,又极度缺乏责任感的人。 俗话说,不怕神一样的对手,就怕猪一样的队友,那些在工作上严重拖后腿,带给你负能量的人,趁早远离。 零三